12月4日,云南全景摄影师殷小骏发布了一组六年前的香港全景照片,在朋友圈广为流传。 画面中的香港秩序井然,干净整洁,市井繁荣。 今年59岁的殷小骏出生于云南昆明,被誉为中国老照片收藏第一人。 1996年,殷小骏耗资百万,购回晚清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,于1886至1904年在中国西南地区所拍摄的1200余张老照片。 1998年,这些老照片在国家博物馆工展,引起不小轰动。 正是这一组老照片改变了殷小骏的人生轨迹。 从那时起,他与照片结下不解之缘。 2009年至今,殷小骏共拍摄了1200万张全景照片,用坏了24台相机,合成了10万张举证高精图片。 在他看来,照片最重要的作用是记录,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定格。 照片的记录其实现在是完成了一个现在时代的人类的变迁,社会的变迁的记录。 它的作用不是那种简单的去拍一个东西。 所以我记录包括香港都是系统的,从逃到这个九龙香港,然后逃到这个地形。 2013年12月初,殷小骏到达香港,并拍下了数百张关于香港的全景照片。 在香港的那段时间,当地的人、交通、社会秩序都给殷小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然后在那么复杂的交通路上,几乎没有见到堵车堵死。 所以我觉得感觉到香港的整个城市的管理非常精细。 然后每个人在道路上行走的时候,都是可以相互的避让,非常有礼貌。 同时的话,每个人遵守这种城市的规则是非常有戏的。 它的这个人的话,和那么高密度的城市,然后这种完整的协调,协合,合作,然后这种高速的硬性。 这种社会秩序的话,我觉得它是最美的。 六年后,殷小骏选择在同样的时间将香港的老照片在网络上进行展示,也寄托了自己的希望。 发这个照片的话,也就是说,六年前那么安静,那么有刺激的这个社会。 就是我们说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结构,而且人都非常的和谐,能不能再回到那个时候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